家庭药师计划服务五年来 针对独居失嫩长者 由药师亲自到府房室 提供用药安全知识教育 并建立个案药力档案 提升机构药物安全管理 我父亲生病照顾的过程 他总共历经了三次的便秘 紧急便秘那个时候 说真的要跑医院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都有药药技师紧急的帮忙 每一次检验报告 数字也透过料药技师 来帮忙说 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我们全家非常感谢 也很感恩料药技师 包括我妈妈现在85岁 还是她在照顾 所以说那个料药技师 这边的家庭的卫教照顾计划 给我们家属的一个 非常的一个信赖 所以除了相信医院 整个医疗资源之外 我们家属也更希望 居家社区有这种可以咨询 也可以值得信赖的一种 社区的这种药技师 那事实上 我们在用一些慢性病 处方签的一个病患 在社区上也蛮多的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用药的情况之下 不见得她在医院 就有先去跟药师 有足够的时间去询问说 她到底怎么样用药会比较适合 那也透过我们健康服务中心 还有就是我们里长的一个系统 来发掘我们社区需要的个案 那透过转介 那我们就会做这样一个 家药服务的一个介入 那当然针对有精神疾病患者 或者独居失能的一个部分 都透过我们一些社区或社服的 一个体系的一个发掘 来服务这样的一个药室的服务 台北市卫生局首创家庭药师制度 结合台北市药师公会 社区药局及台北市十二区健康服务中心 今年迈入第六年持续推动计划 民众如符合三高病患 或两种以上慢性病患者 领有两张处方签 使用五种以上处方药品的条件 即可参加服务 让药师协助药物咨询与指导 维护民众用药安全 也借由用药安全宣导影片 降低医疗资源浪费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